當我有處理到 浪洋處女生 等一下 我沒玩過的 我真的沒玩過 真的沒玩過 你以為是Rose Ma雙體節目嗎? 不是啊 不要亂說話 絕對不是的 絕對不是這樣的 我沒有這樣的想法 絕對不是 你確實沒有 但其實搞個雙體節目也不錯 Rose Ma招親 比武招親 你現在搞得我好像老姑婆一樣 Hello 大家好 我叫LucaLuca 我是一個音樂型的主播 大家可以歡迎Follow我的ID LucaLuca Hello 大家好 我是米沙 之前就參加了 Uplive ViuTV的直播王 如果大家想留意我 可以Follow我的IG Hello 大家好 我是Stella 楊梓玲 我是Uplive的第一代主播 多多指教 Hello 大家好 我是Rose Ma馬俊怡 我平時是做幕前的工作 我在Uplive上 其實我之前都叫做第一代主播 但之後我就停了 大概再重新回來 Uplive 大概一年了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 Hello 大家好 我是聯絡兒Alina Lina 我本身是一位護士 但我有另一個身份 就是Uplive的新主播 希望大家會追蹤我的ID 然後怎樣有興趣 因為始終她說到是香港第一間CVD Oil的餐廳 而且我又挺好奇 她怎樣會利用CVD Oil去製造一些菜式 而且我也想知道吃完之後 我是不是會很舒服 晚上我會睡得好 可能很快 很快 CVD是舒服 舒服的 你吃甜品 很鬆 Stella 你吃甜品 你吃甜品 幫我報警 CVD的全名 CVD的全名 全名是甚麼呢 CVD CVD CVD的全名叫大麻二芬 英文名全名呢 大家可以自己自行Google OK Thank you 我聽我的朋友說 吃了CVD的芝士蛋糕 CVD的了結糖 她會立即覺得很放鬆 有一種很舒服的感覺 並不是那種很興奮 很興奮 好像這樣 那種反應 如果大家想重溫我和Jim 去這間CVD Oil的餐廳節目 大家可以上Uplive的直播間看 我沒玩過 我真的沒玩過 真的沒玩過 我希望我做個村民就可以了 當然沒有人 做村民 投票的村民 對啊 那你投誰 然後投票就可以了 不是啊 找人跟他練習一下 做功課練習一下 很複雜 為何這個遊戲會弄得這麼複雜 你能不能上來狗格 練一練 我只喜歡玩大芙翁 心理智慧 對 而且UNO 我想說我是UNO Queen 可不可以找一集玩UNO 首先 在我的認知中 我還停留在以前 很快就玩完 你應該是超難玩的 禁手的 是不是禁手的 類似是那些 類似是那些 類似 類似 因為 因為 太多人 很難約 我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 我好像真的從來都沒有玩過 我身邊有很多朋友玩的 但是 而且我覺得很複雜 因為我的腦袋也記不到 我覺得如果我玩狼人殺 我覺得我第一個會死 很難 那有什麼勇氣 第一次去給了我們 那個狼人殺 他純粹想見出其他人 想見到我 是不是純粹 真的不是 真的 真的不是 那狼人殺應該有很多男生 為什麼狼人殺有很多男生 只有一個嗎 只有一個嗎 還有一個男生 是不是有退出 你會說 不就不去了 我們12月8日 就是有一場狼人殺 我們會邀請我們的Rose媽 來一個處理殺 那你加油 記住 記住看 大家12月8日 看我如何出醜 因為他們剛才說的話 我完全不明白 12月8日 狼人殺 謝謝 我接下來會有一個新的節目 等一下 你會說很好笑的 對 接著呢 那個節目名字 是我今天才定了 是馬騎馬 不是 這個節目名字叫做 瑪莉瑪麗空 喂呀 你們給點反應 哇 那你現在 那你現在 那這個瑪莉瑪麗空的節目 是不是講魔術的 絕對不是的 絕對不是 沒有話說空 空的 這個是瑪莉瑪麗空 我講空的 不是 你為什麼要解釋 學到東西 學到東西 瑪莉瑪麗是有的 喂 你說什麼 你們 你不要即場性騷擾我 你們 我先解釋 我先解釋 那為什麼叫瑪莉瑪麗空 就是你們意想不到的節目 哈哈 那其實呢 好了好了 我講了 其實我每一集會邀請不同的嘉賓 上來 其實跟我做很多不同的事 就是 看過嘉賓的好 不要再即場性騷擾我 我是報警拉來的 你可不可以回答第一個 我是 總之我會請不同嘉賓 可能會跟他們聊聊 或聊聊天 有機會煮東西吃 玩遊戲 還有可能會跟大家說 我哪天約什麼嘉賓 或者我會在社交媒體收集一下 大家想問這個嘉賓什麼問題 我到時再問 有尺度嗎? 有尺度的 不可以有大尺度 不可以有大尺度 這個節目是老少嫌疑的 比較家庭樂 是的 現在是否說密色島想請什麼嘉賓 例如會有姜B的人呢? 就比較難一點 除非我十分出名 都很難請到這些 你也不太 不是的 我很難請到 但如果你說我會想請 因為其實媚賴他們最近都來香港 我大約會想請霍哥 霍哥就是廚房 都有機會 其實我以前也跟他們拍過 還有這個節目就是有個特別 就是我自己新增了一個環節 就是每一集的最後 都會有一個遊戲玩 那玩呢 就是可能她答了問題 之後就答對了 就會有些現金獎 但是不多的 不要發夢了 大家是不多的 不要發夢了 你自己暗出來的 什麼? 你自己暗出來的 那當然了 劇班公司 劇班公司 男女都會想的 那當然私心當然是雙男嘉賓 對嗎? 私心 大隻英俊高等 你有沒有什麼標準呢? 即是大隻英俊? 其實沒有標準的 不要說到那麼糞便 你以為是Rose Mark雙看節目 不是 不要亂說話 絕對不是 絕對不是這樣的 我沒有這樣的想法 絕對不是 絕對不是 其實搞個雙胎節目也不錯 是對你自己還是什麼事? 還是為我們 我可以做主持 不可以做主持 我做主持 開一個節目是 我幫Rose Mark雙看 整個節目的名字就是這樣 你不要搞到我好像沒有人要 你現在搞得我好像老姑婆 我心想要雙胎啊 都快要了 她說我第一集 現在開幾集 她又覺得自己 Rose Mark雙胎那些 比武雙胎 我覺得做這個雙胎節目 是有得做的 真的有得做 真的有得做 即是跟觀眾雙胎? 不是 可能我開社交媒體問 招募有沒有人有興趣 沒有說雙胎 即是認識新朋友 即是男女 對 對 這樣 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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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私心 不是 幫人 當然是 其實我覺得是不錯的 過一個小時 就是要他們兩個吃飯 然後他們聊天 我們直播著 我又會問他們各自 我要問問題 即你是主持 我是主持 我就要問他們 我也要幫他們玩一些遊戲 看看他們 看看他們會不會 真的插了什麼火花 這樣 我覺得是挺好的 這些節目 簡直是 每個人都戴著耳機 對 你今天要去碰他的手 他就會表露很尷尬的樣子 對 這樣 這些是 阿文啊我想拍 我想開 我自己就想搞我九格的音樂型唱歌比賽 是啊 我想 譬如我 因為我開那個 我可能是 我不會做選手 你會參加的 但我可能請不同的名師 唱歌老師 他們去評 可以讓觀眾和主播一起輪流排咪 上來 最後可能送出禮品 你還沒知道的 你還在我讀過 我還有想過 我會把內容做了些關於時裝的東西 例如衣服 例如生物 例如衣物 例如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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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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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意見 但這就是關於時裝的東西 想做普通最簡單的綜藝節目 因為直播全部都是見到主播說話、唱歌 很多不同的另一面都可以被人看到 我做這個主持是好奇的 千萬不要玩我 因為我會很狼死 就是貼近潮流的遊戲 觀眾又會明白我們說什麼 然後可能主播也玩得很開心 例如大富翁 大富翁 因為我是2019年的亞洲美人魚小姐出身 所以自從贏了冠軍之後 有很多不同關於水上的活動出席了 例如多了很多學潛水、WakeBot、WakeSurf 全部都要穿泳衣 所以如果做這個節目 有很多男觀眾會很想看 大爆男觀眾 我也想看 就是穿泳衣的節目 是的 她穿泳衣 她穿泳衣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